我们这里受苦受难一百多年了 感受人间冷暖 记录人文情怀 大家好 我是陈无忧 今天我来到了静安区的武定路537弄 听说537弄马上也要开始动签了 据我了解 537弄的居民这两天就要搬签了 而且这边的签约率已经达到了100% 那么为什么这边签约率能如此之高呢 据我了解5定路537弄 它的拆迁补偿单价是目前来讲 算是所有征收区域比较高的一个征收单价 所以这边也是达到了100%的签约率 接下来就随着无忧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看 然后我听说这边的签约率达到了100% 是什么样原因呢 什么什么原因 就是为什么 政策好 政策好 然后您可以帮我们介绍介绍吧 我们这里受苦受难100多年了 对吧 现在这次解放了 那咱们这次的签约的单价是怎么样的 单价6万3 6万3 对 那您是这里的居民吗 什么 您是这里的居民吗 对我这里是居民的 老居民的 土生土长的 土生土长的 对 这边哪里是 拿我这里 这个62号 对 您家里多少个平方 我 30个平方 29.7 29.7 那这次 邓千块可以拿到多少钱的 我们拿了两套房子 拿了房子 拿了两套房子 在什么地方 一套是 古城 古城公园 7号线 还有一套在造交流 造交流 两套房子 对 两套房子的话 那市场价值大概有多少 市场价 市场价值大概要值 不能动千 动千的价值算的 我们是因为是动千房 动千房 这个价钱两样的 就是按照 现在在市场价 这两套房 对 最起码要600多万了 600多万 一套600多万 两套 两套600多万 两套600多万 哦 那对这次动千的这个方案 您满意吗 还可以 还可以 能接受 能接受 那基本上 像咱们这边的居民 差不多的 都是咱们这么一个情况吧 对 全都差不多的 一样的 哦 因为我看五定路这一块的话 整个区域其实不大的 不大 我们这里只有123户 对 据我了解到 好像这个 这次的一个方案 是比别的地方稍微贵 稍微要好一点 对对对 因为我们单价高嘛 对 所以这次也是大家都比较满意的一个一个结果对吧 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 你不要贵 千亿了 千亿了 100%肯定满意 我们这里马上就 到15号基本上没人了 哦 那就 这几天上也快了呀 没有啊 就只有15号 没几天了呀 没几天了 你知道这里动千已经晚了 我知道 我知道 但是 我呢还是想 差不多快要凳千的时候 再来看一看 看一看咱们这边 我们这里已经经经尾生了 嗯 基本上已经结束了 记经尾生了 嗯 这是 判斥还可以 判斥还可以 哦 我们都能接受的 PsychmoVER おahu 您这边打算什么时候办呢 这几天 然后 哦 对 现在 现在你们家里面房子已经拿到了吗 还是说 还没有拿到 完了 还没 __ 还没交房 交房了以后统统有送签住 集体上房 在房子就下来 在一个月到一个半月之间 那也挺快 相当于是宪房 以前有的时候 这部洞签不是县房 这里是县房 而且是装修好的 它是专门的洞签房 还是开发商的房子 装修好的洞签房 装修好的洞签房 都是同一个地段吗 跟这位大哥 有一套跟他是一样的 在故村 故村其实也还可以 这就是毛皮的 哦 哦 挺好的 挺好的 这是重症奶 我们这里居奶 大部分奶都计收的 大部分都计收的 大部分都计收的 123户 哦 还是比较小的 就是不是很大 我们是零星的 可以 可以 好的 谢谢你 谢谢 谢谢你大哥 谢谢 很想忘了 谢谢 谢谢 谢谢